大年初一头一天 过了初二是初三 初一十五半来月 六月三十 整半年 几句残词念吧呀 咱们继续说书 哎 上完书咱们就说了呀 这阿姆萨纳呀 叛乱以后 在墨西草原上啊 不但没有什么人响应 最后啊 跟着他一块儿叛乱的 南疆回部小河卓呀 还给了他反格一击 这一下子 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这几千人的叛军呢 经过一宿的厮杀 最后啊 只剩下二百三十人 哎 这二百三十人呢 不是咱们在这编出来的 这个数字啊 是当年俄国人亲自数了的 这俄国人呢 对当年的 这个清平阿姆萨纳的叛乱呢 还是有详细的记载的 这俄国史书上啊 它是这么记载的 说这个清军二次进江以后啊 就开始对这个 厄鲁特人大规模的屠杀 那么清军是否在这会儿就开始大规模的屠杀准个二人呢 当然不是了 即便杀也不是这会儿啊 您别忘了 咱们这书里边 赵汇还没来呢 再有了 总得有个缘故吧 这会儿的乾隆皇帝 认为这些准个二人呢 都是自己人 哎 比如说吧 在乾隆二十一年的三月 哎 那也就是公元1756年的4月22日 这乾隆皇帝针对此事啊 还专门下了一刀圣旨 乾隆皇帝说呀 阿姆萨纳 既日既可救勤 则 厄鲁特之众 皆我奴仆 为人做事其困 且恐一等穷苦疾破 不免抢夺滋事 自应欲仇 体恤之道 以降制测量等 分别赏给 茶 粮 牲畜 有人就说了 乾隆皇帝这不是骂街呢吗 这不明显在贬低准个二人吗 说他们呀 都是自己的奴仆 哎 其实啊 咱们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 哎 这满清啊 他就是奴才文化 您看看那些满臣 哎 都在皇上面前自称奴才 并且呢 他们已向这个皇上称奴才 奴才为荣 实际上是满人嘴里的奴才呀 有很大一部分成分啊 是家人自己人的意思 您比如说吧 咱们现在人很多人都认为 包衣啊哈一词啊 就是奴才奴隶的意思 实际上并不是 这句满语的意思啊 包衣 包是什么呢 哎 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蒙古包 实际上啊 在这个游牧渔猎文化里 它是家的意思 包衣啊 就是家里人的意思 它并不是奴隶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在当初翻译的时候 并没找到合适的词来解释 所以说呀 才把这个包衣啊哈呀 就翻译成了奴隶奴才 这乾隆皇帝在旨意里说呀 厄鲁特人是我的奴才 您可别忘了很多士大夫阶级的汉人呢 扒着舔着想给他做奴才呀 这乾隆皇帝还不乐意 说你们呀只能称臣 哎 我说的这些话呀 只是对这道圣旨的解释 这里边毫无贬低谁的意思 那么说乾隆皇帝这道圣旨是说说就算了吗 当然不是 随后我这乾隆就安排让把大批的茶叶粮食牛马 以及布匹都送到了巴雷昆 哎 这巴雷昆呢 咱们前面提到过 他呀 在这个乌鲁木齐啊 更向东一点 是这个清军的进攻这厄鲁特蒙古的西路军的大本营 这朝廷啊 把这些物资集中到这里啊 哎 开始慢慢的向伊犁方向运 就是为了周籍当地平补的牧民 所以说这俄国史料对此的记载呢 完全是扯淡 哎 他有没有真的呢 哎 也有一些靠谱贴谱的 据这个俄史记载啊 这阿姆萨纳自从啊 被小合卓反格一击以后啊 就再没组织起过什么有效的抵抗 当然了 这里边啊 最主要 最关键的 还是咱们多次提到的 这阿姆萨纳呀 在墨西草原上啊 确实是威望过低 这很多的贵族 太极啊 根本就不臣服于他 所以说呢 他的叛乱呀 根本就达不到 振逼一呼就有人响应的地步 那么如今穷途末路的 阿姆萨纳怎么办呢 哎 就只有一个办法 颠呗 所有能去的地儿啊 这阿姆萨纳在心里啊 都逐个捋了一遍 看来啊 只有一个地儿能跑 哪啊 哈斯克 这哈斯克当时的这个韩王啊 叫阿布赖 这可汗阿布赖呀 是什么人呢 我简单的跟您交代两句 当年啊 这准个二韩国强大的时候啊 是天天欺负哈斯克 您就拿现在这可汗阿布赖来说吧 就曾经让准个二韩国逮起来 做了好几年的人质 后来啊 被放回到这个哈斯克之后啊 立兴图治 把自己国家治理的还算不错 可是呢 他总是不消停 他首先啊 得防着北面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到了乾隆年以后啊 他的东街风准干尔韩国啊 逐年试衰 这样呢 这阿布赖呀 在这个边境上也逐渐就活跃起来了 怎么活跃呢 他和这个准干尔人之间啊 就是互相打骨草 说白了 就是互相抢东西 乾隆二十年 哎 这乾隆皇的一争准干尔 这仗啊 哎 很轻松的就打赢了 这阿布赖呀 看在眼里 他可是急在了心上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的大清国呀 跟自己还隔了一个整个二韩国 也就是说隔了整个大片的新疆地区 至于这乾隆皇帝 大清朝是什么脾气呀 哎 我不用管他 反正啊 他又不是我接风 可是啊 当这个阿布赖大汗呢 看见这个乾隆皇帝 大清朝廷 没费多大劲 就组织起了几万大兵 呼噜呼噜就平定了新疆 那他心里多少啊 就有点干颤了 他用自己的眼啊 实际的给自己证明了一下什么叫做乾隆盛世 于是啊 这一争准感尔还没结束呢 这阿布赖大汗呢 就向乾隆皇帝呀 递来了顺表 表示啊 两国从此以后就是邻国了 可以呀 和平相处 并且我们这藩帮小国呀 完全可以向大清国称臣 于是这乾隆皇帝也不客气 就直接啊 给他呀 刻了一封印 写了一封诏书 正式的册封他为 哈瑟克的可汗 您得分清楚了啊 这只是臣服 他跟这个朝鲜呢 越南呢 还有琉球 那可大不一样 其实啊 这乾隆皇帝心里也清楚 哎 他知道他广是臣服大清吗 不是 这哈斯赫的阿布赖大汗呢 手里边还有一封聘书 是谁给的呀 是这个俄国沙皇给的 在这个沙皇嘴里啊 他算是这个沙皇俄国 驻哈斯赫的总督 您瞧了没有啊 这小国啊 在大国的夹缝当中生存 就是这么难 这大清朝廷第二针准尔啊 刚开始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呀 就怕这阿姆萨纳呀 奔着哈斯赫跑 于是就先给这个阿布赖 写了一封信 他跟这阿布赖说呀 你可知道啊 这阿姆萨纳是什么人 这个人呢 背信气一贯了 你呀 收留他可没有什么好处 这乾隆皇帝的信上啊 有一句呀 是这么写的 他说呀 准嘎尔连年内乱 正为天下公主 不忍做事 可能就是这句话呀 多少刺激了阿布赖 他理解的是什么意思 这乾隆皇帝要做天下的公主 要做全世界的大韩 那他就得想了 那你说人家准干韩国乱了 然后你就派大军来了 那哪天你要说 我们这个哈斯克也乱了 你是不是也派大军来呀 哎 没过两天 我们这儿啊 他也姓巴奇了 那乾隆皇帝是这意思吗 乾隆皇帝没这意思 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哎 这是我们家自个儿的事 你少掺和 也就是说这阿姆萨纳 要是投奔你了 你不要收留他 可是这事 他往往就是这样 你越不想这样发生啊 他越是发生了 这阿姆萨纳呀 他果真来投了 这阿姆萨纳 见到这个阿布赖韩王之后啊 他肯定得花说柳说 首先他就得介绍啊 说这巴奇兵没什么 怂得很 其实您看我 如今这么落魄呀 完全是拜这个小合卓所赐 哎 这话里话外的 还有这给穆斯林刷骰的意思 他跟这个阿布赖韩王说呀 您看我这输了 实际上并没输在这巴奇兵的铁蹄之下 我是输在呀 这穆斯林的快马弯道之下了 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这哈子克 他也是穆斯林不是 再有啊 他多少得说点瞎话了 他说呀 您别以为呀 这个清朝的巴奇大军呢 就是为了清剿我而来的 他是看中了呀 这墨西的大片土地操场 您怎么就能知道 这巴奇军收复了新疆 不会再向西进军呢 经他这么一说 这阿布赖呀 心动了 他觉得呀 要是能在原来的准盖尔韩国地区呀 服侍一个自己的傀儡政权 那肯定是好的 最起码的一下子 自己这哈斯赫韩国呀 可就跟大清不接壤了 其次呢 以后这俄国老毛子 就是再欺负我呀 我也有地能躲 哎 一举两得 简直啊 就是一举两得 于是 他就真把这阿姆萨纳 和他的家人 还有这230名骑兵就收下了 这阿布赖呀 可没让这阿姆萨纳闲着 说是啊 给他一支部队 大概有三五千人 再加上他这230人 把他们呀 放回到北疆 干嘛去呀 打古草 那么去抢谁的东西呢 他们专抢清军的资重 这阿布赖认为呀 趁这个草原上大乱的 正是自个儿 发财的机会 那么现在在这个新疆的八旗部队 又是什么个状态呢 他们这会儿啊 正在分成好几拨 搜山捡海的呀 正在抓这个阿姆萨纳 有一次啊 一支清军 还就真和这阿姆萨纳的部队撞上了 双方一交手啊 这清军人多势众 这哈斯克兵啊 当然是不行了 于是啊 没头就跑 这哈斯克兵前边跑啊 这清军就在后边追 这圣武纪所在呀 追的就剩一谷之地了 哎 这又说不清楚啊 是隔着一道山谷啊 还是隔着一道河谷 正在这个清军准备渡河 或者是跨过山谷的时候啊 对面来了一支小分队 全是哈斯克人 这些个哈斯克士兵啊 见到清军的将领以后 连忙翻身下马 跪地去磕头跟捣蒜似的 说这个将军你们别追了 我们那边啊 已经把这个阿姆萨纳捆起来了 您看呢 我们这个韩王啊 也就是阿波赖韩的 马上就到 于是咱们举行一个简单的献服仪式 我们就把这阿姆萨纳呀 给您献过来了 这带兵的将领一听啊 好事啊 于是就下令说停 咱们别追了 咱们就等着吧 这旁边有聪明的 这副将就问这个将军说 咱们等什么呀 这将军说 等啊 等着他们大韩来 献服一室啊 这副将说 不对吧 将军 这里边恐怕有诈 他们要献服啊 早就献了 还等什么韩王啊 这倒嘴边的肉啊 可别让他跑喽 这带队的将官一听啊 试这么个理儿 于是赶忙度过了山谷 到山谷一看呢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早跑没影儿了 这乾隆皇帝就觉得呀 这前线的这些指挥官呢 全是一群废物 他当然要追查了 于是他就一道旨意 下到了边疆 就问责呀 这侧龙和这个玉宝两个人 这两个人接到圣旨一看呢 实在没招 哎 他没招 你倒是去追这个叛贼去 你逮住了阿逆之后 不就算是将功赎罪 这代罪立功吗 不 这两个人呢 跟那皇上这背瞎话 他说这个阿姆萨纳呀 不好逮 这阿姆萨纳手底人不多 大概有个三千多人吧 可是啊 全是这个厄鲁特骑兵 全是他这个 灰特部的骨干分子 他就带着这个三千骑兵啊 跑到了这个哈瑟克 引顿了起来 我们不好找啊 乾隆皇帝看到这封奏折以后啊 直接就掀桌子了 因为这很明显是在说谎 阿姆萨纳带着三千人跑到了哈斯克 这哈斯克人能眼睁着 看着他带着三千人马就进到了国内 这是去哈斯克避蛋吗 这不是掏人家哈斯克人的老窝去了吗 这一下子乾隆皇帝忍不了了 他觉得这士哥忍赎不可忍 书忍神也不忍 神忍我都不忍 一道圣旨啊 把这两个混蛋废物给我绑回到京城 虽然呢 林镇换帅是大忌 但是真得换人了 那么这乾隆皇要换谁呢 哎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这吃人的赵会 登场了 依旧 我要钓 m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